王妃 王爷在大门外 请王妃过去 萧兰渊还亲自来了 好 我马上出去 兰渊 你说到了我的信吗 嗯 那你昨晚怎么没有赴约 我在画坊上 等了你足足一个时辰 本王爷没答应赴约 为什么 没什么值得大晚上 跑去湖上吹冷风的 好吧 是我考虑不周 没有想到你的身体 本王的身体 也确实不需要由你来考虑 兰渊 掌掌那里做什么 过来 哎 双小狗呢 小兰渊 你今天是闲着没事干 傅小姐这话是怎么说的 哎 不好意思啊郡主 叫我郡王妃 你 叫我郡王妃 行 兰渊等 他是郡王是吧 是 那我是郡王妃是吧 那萧兰渊是你弟 你晚辈 当然不是 既然如此 那你当着他妻子的面 这么亲密的叫他的名字 不太合适吧 宋云瑶脑子里要嗡的一声 我说的不对 郡主好像跟我家萧兰渊 也没有婚约吧 难不成 你要说你们俩是好朋友 哎呦喂 什么样的好朋友啊 知己那种 胡说什么 那还是有私情的那种 以前 你们私定终生了 我是横刀夺爱了是吗 可是 当初我第一次见萧兰渊的时候 可是问过他 有没有婚约 有没有心仪的女子 要娶的女子 如果有的话 我绝对不能做那种 夺人所爱的事情 可萧兰渊当时 很肯定地告诉我 没有 都没有 所以 既然你们什么都不是 云瑶郡主 你这么一个 还未出阁的姑娘家家 这么亲密地 喊着别人夫君的名字 干什么 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 叫不知羞耻 不要脸 傅兆宁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这是辱骂我 羞辱我 说了叫郡王妃 还有 你觉得我说错了 哪点说错 你大可以反驳我啊 我和兰渊以前的情分 不是你跟后来者 能够理解的 哦 你这么说 就是你们以前有私情了 云瑶郡主 私相授授 可不是什么 大家闺秀的行为 如果你们真的曾有私情 那我更没有说错你了 你们要是以前 真有那么深的情分 在我问他的时候 他却说没有 这是他先把你抛弃了呀 那你得谴责他的薄清寡义才是 ỹ库转 Free 就 tiver GL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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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